司马迁什么意思 就因为我仁弱 连本纪都不给我写 直接写吕太后本纪了 谁让你妈强势呢 虽然实际里没有汉惠帝的本纪 但是我们东汉的汉疏离补上了 算是辽表安慰吧 工具人罢了 我怎么就是工具人了 我废除了秦朝时期的禁锢 是黄老哲学代替法家学说 打开了各种思想发展的大门 然后我曾爷爷汉武帝 又罢出了百家思想 说司马迁就说司马迁 扯我干嘛 晦气 你说谁晦气 司马迁啊 终于让曾爷爷逮到机会了 你想吐槽司马迁很久了吧 他还用得着我吐槽 史记里胡编了多少功维秘文 搞得像是他亲眼所见识的 看来刘彻对司马迁的意见很大 我命由我不由迁 怎么能让他乱写 他能为秦皇项羽旅后三人立本纪 就足以说明他对我汉事不够忠诚 你把话说清楚 是我不配 我又不是配钥匙的 别问我 我看你在意的根本不是他为我们立本纪 而是他在史记里揭露你 什么揭露 分明是诋毁 我觉得司马迁说的没什么大问题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那 大丈夫要心胸宽广 能屈能伸 没错 多学习学习你们高祖爷 鸿门宴上尿顿开溜 我在灌输鸡汤 你扯这个干嘛 那我扯什么 扯你和项羽鸿沟合意 转脸就不认账 背后捅他刀子 你还是不是我老婆 谁让你总惦记着你的妻夫人 我怀疑两位老人家是在打琴骂俏 大撒狗粮 自信一连 把怀疑去掉 话说回来 这个司马迁一边记载我是汉太祖 功最高 又一边给我写高祖本纪 搞得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叫我汉太祖还是汉高祖了 就是 本朝的历史他都写不明白 还一个劲的抹黑我 心疼 如果他都需要别人心疼 那我们可以灭绝了 你这么讨厌他 这么没杀了他 我倒是想 不过咱们西汉可以功行替死 所以留他一命让他写完史记 你又让人家写 写了你又记 这是什么骚操作 我可没劲啊 他只是没钱出版而已 没事 我曾爷爷归天后 司马迁的外孙杨玉又将史记献给了我 我要让这部名垂千古的史书 重见天日广泛堪写 无语 这就无语了 那有句传言曾爷爷爷你听了 岂不是要大无语 什么传言 命违文景曲不作汉武 没想到 大家这么怀念我和我儿的文景时代啊 文景之志作为中华五大盛世之一 又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的第一个盛世 大家当然怀念啦 这个时候不把我儿子拉进来 一起开心一下 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汉景帝刘启通过汉文帝刘恒分享的二维码加入群聊 家人们好 爸爸你来了 可是我并不开心 没事 我开心就好 知道为什么大家怀念我和你爷爷的文景时期吗 我汉武盛世 难道不香 香归香 但是你的时期 年轻人都被拉去打仗了 你的汉武后期也没把握好度 差点让你给赶废了 可是我也下了轮台最挤诏 毁过了很多做错的事情 算你明白 你的功绩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是啊 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 都是罪在当代 功在天秋 秦皇汉武 又一个新理解 秦皇汉武 那彻尔你得感谢爸爸我 是我平定了五楚七国之乱 给你的汉武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你要是不削翻 能激起七国之乱 还不是御史大夫朝措建议的 搞得七国要诛朝措 清君策 然后你反手一个卖队友 以为腰斩了朝措就可以平息了 你说这些的目的是 目的就是想让大家看清你的真面目 我的真面目就是你比比比骗 天真哪 杀完之后谋臣也没了 还得硬着头皮打这一仗 为什么要学翻 刘家自定 替你束手江山 不好吗 人心叵测 诸侯王成天想要害死我 然后篡权夺位 你们当皇帝的就是想太多 我被飞成海昏侯 也没想要篡变以的位啊 那是你荒唐无能 你还人品不好呢 你对太后起色心 你大逆不闹 你当太子的时候 无王太子陪你下棋 弯极了眼 你就拿棋盘打死人家 你人品不好 你走狗屎运接班当皇帝 听到消息你笑得何不拢嘴 完全无视你亲叔叔驾崩之事 你大不笑 我要当皇帝啦 你玩游戏对手祭天 凭诸侯队友祭天 你人品不好 你给我出来 信不信我们一家子打的 你连海昏侯部都找不到 出来单挑啊 好汉不吃眼前亏 现在的我只想躺平 那就躺好别动 半身消化得快 粮食挺贵的 好了 说到底 我儿刘起 也是沾了我的光 蹭到了文景盛世 爸爸 这怎么能叫蹭呢 难道不是 萧归曹隋吗 四弟 我怀疑你在内涵我 抱歉二哥 我忘了萧归曹隋 是你的专属成就 这又是什么典故啊 是这样的 萧和是爸爸您的丞相 曹参是二哥刘盈的丞相 这个曹参啥也不管 二哥就问他 为什么啥也不干 他怎么说 别管他 老四你继续说 曹参就反问二哥 是你比得上你爸汉高祖呀 还是我曹参比得上萧和 咱俩水平都不行 为啥不萧归曹隋呢 然后他俩就全躺平了 人生不就是在要努力和想躺平的两种模式来回切换吗 我看这样的陈下指电是有些毛病 是吧爸爸 但是我也好像挑不出什么错 活得开心心不忌恒 为今天欢笑唱首歌 任空疼疼受伤 我看你们看来 我看你我看不出什么